4.20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4.20我们在这个第一篇的学二篇1.11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1.11的时候 有这么一段 负债观其至 还记得吗 负莫观其性 就观其行 你在今天读行 那个时候读性 负莫观其性 然后后面就是这句话 叫三年 五改于负之道 可谓效益 是吧 三年五改于负之道 可谓效益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定是三年五改于负之道 可谓效益 后来读论语的很多人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这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讲到三年五改于负之道呢 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强调这个 就是负之道跟子之道 不一样的时候 冲突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爸爸是这么一种人生观 你爸爸认为这个事是对的 然后这个孩子呢 觉得这个事是不对的 不应该怎么干 这个爸爸是一种政策 孩子是一个政策 但是这个父亲在的时候 对吧 那个时候的家庭 父亲是家长 这个跟我们今天也有不同 但是大家去 就是不要这个机械化的照搬 不要机械化的照搬 机械化的照搬 就不是真正在读论语了 对吧 有的人把他学的特别机械 说你看论语里边都说了 这个爸爸活着的时候 没儿子说话的份 不是这个意思 时代已经不一样 他这里面强调什么呢 强调两个人观点冲突的时候 儿子要多替父亲考虑一下 对吧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效益 他说如果你们的道不同 那么你也等到 父亲去世三年后你再改 你给人家留个面子 对不对 你给人家留个 留个这个余地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这句话又一次出现在了 4.20当中 当然刚才有人说 那这个出现过 怎么又出现了 因为论语的编转 本来就不是一批人去编的 本来就不是同样的几个人去编的 是大家一撮人 一撮人 一撮人 对吧 有的人是曾子的弟子 有的人是孔子的弟子 有的人是这个游子的弟子 就是我们说论语这本书 是孔子的弟子和他的徒孙们 就是叫再传弟子们 去编转的 而且这个编转的过程呢 也比较的复杂 然后大家也不是像今天说 我们今天有一编辑部 所有人都在这 这条有没有人写 有人写了 好 下一条 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 或者说差不多的 那我们前面还讲到过这个不换人之不己之 对吧 也来来回回的讲这个意思 讲了过好几次 对不对 不换无为换所以利 不换莫己之 求为可知也 对吧 就这些意思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因为论语的编转是一个当时的复杂的过程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意思是相近的 那这条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多花时间讲 对吧